推開沙門映入眼簾的一切 何難想像就是和你我 同樣生活在台灣的家庭 抬頭看看木皮天花板塌陷 屋裡也瀰漫著一股霉味 走進房間牆壁整片是臂癌 角落布滿了蜘蛛網 女主人因為罹患癌症 捲縮在床上 再往樓上走 家蓋二樓就像是一片廢墟 屋頂被颱風吹垮 只要一下雨 蔡家仁就提心吊膽 被颱風吹壞了這樣 旁邊也在下小雨 這還算得上是一個家嗎 十八平大的空間 竟然最多擠了十三口人 廚房牆壁鑿洞透光 就為了省電 因為一大家子有勞有少 最小的財面幼稚園 一個月前 家中兩位長輩離癌相繼去世 更讓經濟陷入困頓 就這樣看房子 我老公就做了 沒有樓 一間屬於我們家 自己在家 家中老弱婦孺 沒辦法外出工作 年賣父母也因為癌症 需要醫藥費 每個月四萬多塊薪水 得養活一家人 正家子苦撐 只能過一天算一天 酒店文斌雯林報導